原谅我真的喝醉了 因为我真的想你了 一不小心就被寂寞吞射了 爱着你的快乐 我知道这样不应该 也知道你会受伤害 只是不想再让自己 对你太过依赖 我明白你给的爱 是真实的存在 只是我不懂得如何去爱 才会让你想离开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 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 把最好的给你 爱你都变成伤害你 我们的爱 快要窃息 不是故意 只是太爱你 原谅我真的喝醉了 因为我真的想你了 一不小心就被寂寞吞射了 爱着你的快乐 我知道这样不应该 也知道你会受伤害 只是不想再让自己 只是不想再让自己 对你太过依赖 我明白我明白 我明白你给的爱是真实的存在 哦 只是我不懂得如何去爱 才会让你想离开 才会让你想离开 快要窃息 快要窃息 不是故意 只是太爱你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 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 把最好的都给你 爱你都变成伤害你 我们的爱快要窃息 不是故意 只是太爱你 这首歌也是我刚刚编配的曲谱 然后也是刚才录制的 实际上这首歌在昨天的时候我还没听过 下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首歌的一个结构 这首歌有前奏尖奏还有尾奏结尾 这首歌是实际音高 我们用的是降A调 然后编度夹夹在1品 用的是巨调制法 这首歌比原调要低了两个大热度 原调是降B调 这样唱起来也不会很吃力 如果朋友们想追求原调的这个音高 你把编度夹夹在3品用这个曲谱 就是没问题的 这首歌是四四的拍子 每分钟是65拍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首歌前奏的部分 前奏的开始跟原曲的钢琴比较类似 但是由于钢琴和吉他的演奏特性是不同的 所以尽量参照一下原曲的这种听感 然后也有一些改变 下面我来慢一点演示一下前奏的部分 有些朋友呢在这个看了我们大伟家教室的这个质谱呢 觉得就是说很多这个绿线谱上面都是数字 而不是叉叉叉叉 这个呢在很多年以来我们的质谱习惯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体现可以更精确 甚至你可以去掉和弦图式 在这个六线谱上面呢就是完全可以表示出这首歌演奏的一个细节 另外呢在前奏很有变化的地方 它不适合用和弦图式来标注 所以我的质谱呢坚持还是在路线谱上面是用数字 每个数字呢就代表这个琴的D级品格 这样呢更加精确一些 我们再慢一点演示一下前奏 这个是多等于G的这样一首歌 旋律线条呢是 两个小姐是这样的 然后配上这个伴奏 慢一点 这个时候手指呢需要用一些设计 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演奏 首先呢这个中指在保持这个低音 然后这里面有一勾弦 继续 再往下用了一个帕音 是一种技术处理 这样呢就完成了这首歌的琴奏 然后呢我先来讲一下这首歌和弦编配的部分 这首歌和弦运用的是比较多的 甚至有一些复杂 原曲呢它的听感就是这样设计的 并不是我任意去编配 因为尽量我们大家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呢 听感来自于原曲 那我也是根据原曲来编配 这样伴奏起来呢 你会觉得跟这个这个原曲很贴近 比如这首歌的这个G和弦 上面是G的瓜二和弦 我们看一下在前面主歌第一个和弦的时候 这样弹的 弹了六四三二琴弦 然后呢这里面并没有弹到一弦 所以说这个G的瓜二和弦我都没有标注一 然后后面扫弦的部分呢就有一弦三品 就用小指 就这样的 这样呢就产生了两个这个G的瓜二和弦 由于这个音符的不一样呢 但是和弦属性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按法有区别 所以说看起来这个和弦数量是比较多的 其实如果初学的朋友呢 你不是很好理解的话 你就通 只要遇到这个G的瓜二和弦呢 你就用这个G和弦 来替弹也是可以的 只是听感上面呢 没有圆曲体现的这样细腻 另外这个地方呢 从和弦编配上来讲呢 它并不是一个G的瓜二和弦 它是一个G的一个加九音和弦 就是 这样一种效果 但是呢 我们 第一个和弦用了 我们看一下 O So Re So 如果是 这个这里面重复了两个So 如果是这个G的ADD9呢 二弦空弦 这样是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呢 这首歌我这样来编配 它依然是一个 G的加九音和弦 因为要结合到圆曲 我们吉他属于伴奏 圆曲的主弦律里面 就是这首歌 就是这个G和弦的三极音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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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Me So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D的转位和弦 本节呢 我打算讲的稍稍长一些 详细一些 讲一些编配方面的一些理念 有一定基础的方法呢 可以来听一下 理解一下 巨调的吉他伴奏呢 是很常见的一个调 也是用起来 是吉他非常常用的一个调 但是呢 巨调的这个五级实际上是一个缺陷也好 或者说不是很理想也好 因为它的这个 根音在这个四弦的空弦上面 就是它最低的这个五级音呢 低音 只能有这个音 就是不会太低 我们如果是弹这个G的瓜二和弦 这个半奏音区是在这里 这个半奏音区是在这里 然后G后弦变成这里 就显得有些不搭 通常呢 这种时候呢 在巨调的编配里边嘛 我就把它变成转位 实际上圆曲这个地方也是转位 它倒不是考虑吉他 但是在吉他的地方呢 比如这个 这首歌前奏的结尾的一个音 我就是这样来体现这个五级和弦的 而不是用这个D 还有就是E M7和弦 比如前面的部分 就是不完整的按法 完整的按法是这样的 后面左弦的有 这个呢 需要按四个手指 通常呢 在弹分解和弦的时候呢 就是你右手没有弹到琴弦 左手可以省略 基本上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说呢 这个E M7 在这首曲谱的和弦图示里面 也会出现两种 另外就是这个 就先转位 低音 弹这个五级音 这样一个音 在开始的时候呢 为了和前面的这个音 更搭配一些 可能我弹三根琴弦 比如这个第六小节的后面一个和弦 这个地方其实 你可以按一弦三平 也可以不按 其实没有弹 再往下面讲一讲 看一下这个G A D D9 转位低音弹B 这个和弦是这样的 我纠结了一下 其实可以用这样的和弦 这个里面也有到 B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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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 Mi Re Do Do 因为我听了一下 圆曲里面是有这个九级音的效果的 所以呢 既然这首歌的和弦不是很简单呢 我就尽量精细一些 还有就是这首歌的五级和弦有几种替代 比如说 D 9 挂4 还有一个地方呢 我是用了这样一个 用了这样一个三个音的这样一个D和弦 五级和弦 在第12小节 因为之前这首歌 means 它用了一个A7挂4 Re La Do Fo 然后下一个接D 这样一个听 thirteen笑 如果说 用这个普通的D和弦 大家听一下 有一点远 不达 这就有点远 这样呢就显得贴近一些 还有这首歌十三小节的第二和弦 这个D7的转位 其实也都属于这个D和弦的一种变化形式 就是D7的转位低音弹 七级音弹发 这是一种变化 如果还讲一下就是初学的朋友 你觉得复杂的话 这里面你也不用D7 也不用转位 你可以用D和弦来伴奏指 尝试一下 再往下看一下 这个声CM7降五音和弦 第十六小节的第二和弦 我弹了五三二一七弦 我就只按了五弦 扫弦的地方我就四弦要按 不是说你没有弹到的 你一定要去按完整的和弦 因为有的时候 你弹分解和弦的时候 按的不完整和弦 会让你手指更灵活一些 也可以为下一个和弦做准备 就是吉他这个伴奏呢 不需要那么死板 再看一下第十七小节 这里面一个小节都是这样一个和弦 然后第十八小节还是这样一个和弦 我就做了一些变化 其实还是这些和弦音 只是这个音的排列有所不同 这个和弦 分解和弦的地方大致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间奏部分 有些地方大家可以看谱 看间奏 跟前奏前面是一样的 然后后面就不一样了 四个小节的一个间奏 再突出一下这个间奏的后面两个小节 用一个帕音 就完成间奏 然后进入第二个小节 主歌就是扫弦 这个时候就按完整的和弦 大家看一下 我编配的聚和弦 很多时候都是五弦是制音的 看五弦上面是有一个差 扫弦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弹分解和弦的时候 你不弹五弦 自然不需要去管制音的问题 但是扫弦的话不一样 它是不能出声的 这个不对 很自然的用中指按住六弦三品的时候 就会给五弦制音 再看一下 像这种EM7和弦 你手换的就要快 比如这个G挂二 这里要讲一下 这个D和弦转位低音弹 升FJ和弦 这个扫弦和分解和弦的音一样都是四根弦 制音给五弦和一弦制音 一弦我们是通过手指的这个地方给一弦制音的 因为它不是和弦音 听一下 如果一弦不制音 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不一样的 用食指按住六弦的二品的时候 清触到五弦也是这样的一种制音方式 下面就是看看这首歌 如果在副歌的一部分有些段落上面相同的旋律有不一样的和弦伴奏 其实是突出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比如第51小节一个小节里面就用了四个和弦 实际上这个从级数来讲呢 这个就是这个降七级 然后六级 然后降六级 然后五级 这个五级和弦和这是一样的 这是降六级 这五级它们的手型是一样 和这个D和弦是一样的 音是一样的 新弦不一样 我就没有在这个降六级的时候 就没有这样来换 因为这样更方便 这样会更方便一些 然后基本上和弦 大家看这个图示都可以理解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伪奏 这个伪奏简化一些和圆曲是不同的 圆曲的钢琴编配跟前奏有些类似 这个 一个小节里面四个和弦 然后结束 这个帕音表示呢 一根手指负责一根琴弦 这是一种方式 像这种方式 还有另一种方式 就是扫的形式 拨的形式 慢拨 其实就是慢扫就是帕音 这也是一种形式 然后在伪奏的地方呢 这个D7挂4 是用手指拨的 如果你不用手指拨的话呢 没办法给之前的AM7这个和弦的空弦制音 比如说我弹一下 你这样拨四根弦的时候 其实 这个五弦还在持续 这样和弦的听感效果就不对了 如果你用手指来拍音的话 手指在 这个大拇指在触到四弦的时候呢 准备弹四弦的时候 自然就会贴到五弦 给五弦制音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伪奏 这五弦就被制住了 然后一个结尾 这首歌就是这样来结束的 另外呢 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扫弦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直音 这样的话你扫起来听 这个听感上面就会很干净 尤其像这样的和弦 不知音 就很浑浊 就是不对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某些特性 比如这个扫弦的时候 我们简化一下EM和弦 然后你再弹AM和弦的话 你如果同样是扫弦 这个六弦 这个E的根音它在振动 然后你扫A和弦的时候 无论是AM7还是A A和弦都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时候你扫到A的时候呢 这个六弦还在振动 就变成转位的A和弦 这样听起来 就不是要体现的这个准确的一个听感 所以在这样变化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我的演示的部分呢 通常我这个大拇指会给六弦制音 弹完了这个和弦以后 我再弹下一和弦的时候大拇指就会这样 听起来最低的音就是这个音 而不是这个音 这是一个细节上的一个东西 如果呢 学习的朋友呢 你觉得你想把其他伴奏呢 弹的更加清晰或者是更干净更准确的话呢 这方面的细节是需要注意到的 我们基本上就到这里 因为这个右手扫弦的部分呢 或者说右手音形的部分 大家看乐谱是比较容易体现的 比如扫低音琴弦或扫高音琴弦的这个区别 这个在乐谱上面也有体现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在这个45小节我们看一下 开始第一拍子后十六 扫低音琴弦多一点 然后第二个拍子扫高音琴弦多一点 这样的话听起来有这种层次感 好的朋友们 本节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再见